入行二十年,還被人叫小妹的李耳文 十七歲就奪得亞洲電視女優選拔賽冠軍而入行 原來這個比賽是英皇娛樂搞的 一心想做演員的他,一入行竟然做了天氣女郎 然後走上主持對列 今時今日的他,離開服務了十四年的大台 自己搞網上頻道,又做Marketing 自由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 到底他又怎麼看自己的演藝生涯呢? 記得星期一晚九點,娛樂大叔 豎起耳仔,留心聽